區議會選舉今天舉行 交給吳景俊說說選舉最新消息 謝謝陳培營 區議會選舉今天投票 全港488個投票站 由早上7時半一路開放到晚上10時半 我們先看看最新的投票率 藍色就是今屆的投票率 而啡色就是上一屆的數字 到下午12時半 超過36萬選民已經投票 投票率是12.34% 比上一屆同一個時段低 至於分區的投票率 最高的就是離島區 有15.8% 而最低的就是灣仔 是9.63% 今屆區議會選舉是回歸以來 競爭最激烈的一次 一共有907個人參選 去競逐405個議席 我們記者分別就是在港島的山頂 九龍的富榮和新界元朗 為大家報導最新的情況 我們先跟在山頂選區的黃大軍談談 大軍你那邊的投票情況是怎樣 吳景俊 去到中午的時份 來這個票站投票的人 比早上多了一點點 去到中午12點半 已經有284名選民在這個票站投了票 有部份的選民就說會看候選人多樂力拉票 有部份就會說看看他們的政綱 其實山頂選區是有兩個投票站的 不過在堅尼地道的這個票站 就有較多的選民來這裡投票 所以三名的候選人都選擇 留守在這個票站和選民打招呼的 另外一部份的候選人 今早早也有政黨的重量級人物為他們打氣 山頂選區選情緊湊 三位候選人先禮候兵 在聖約室書院的票站外握手 自由黨的林文傑競逐連任 黨主席田北俊和兩個副主席都為他打氣 田北俊不認為周崇江事件會影響林文傑的勝算 挑戰林文傑的包括公民黨的陳淑莊 趙祖黎為他站台的有黨魁魚若味 他說雖然陳淑莊首次參選 對他仍然有信心 另一個候選人是十三年前 在這一區當選的獨立人士梁永安 他說服務市民多年 相信選民對他很熟悉 對自己充滿信心 山頂選區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很多名人高官是住在這裡的 好像是較早前 就有前特首董建華 恆基主席李兆基 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都是來過這個票站投票的 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吳景俊 好 感謝大軍 另一個備受注目的選區 就是尤尖旺的富榮選區 這兩個候選人分別是民建聯的中港母 以及獨立民主派人士黎麗霞 另外認爲這個選區是兩大陣營的 第二梯隊對壘 我們跟在富榮票站的方建宜談談 建宜 兩位候選人今早怎樣拉票 吳景俊 今早分別見過兩位候選人 他也說到富榮方面 因為全部都是居屋來的 所以就不可以上樓小樓拉票 唯有集中在地面 比較多人出入的地方派傳單 很長時間都見到兩方的陣營 都是短兵雙接的 他們都是集中在一個地點派傳單 以及爭取選民的支持 說回富榮選區這一處 在上一屆來講投票率都是偏高的 達到51.98% 比起全港的總投票率 上一屆來講是44.1%為高的 好了 報導就這麼多了 先將時間交給吳景俊 謝謝在九龍富榮的方建議 新界方面 元朗選區在較早前 只有助選團的成員被人斬傷 現在盤翠瑩在元朗18鄉 南選區的票站外面 是的 翠瑩 警方有沒有加強巡邏呢 是的 吳景俊 警方今天是有交派人手來巡邏的 而預計到下午 亦都會有指揮官來到票站這裡 至於今天全日 就會有大約400個警員 在元朗區這裡巡邏 至於選管會主席彭建基就說 絕對不會容忍任何人 以暴力的行為去影響選民投票 警方發黑組多個探員 在早上九點多 去到18鄉南選區 送正新村的票站巡視 這裡早前有助選團成員與接受傷 警方說會加強巡邏 我們基本上是個地區的部份 所以我們會擁有整個運動 有選民說事件影響到投票的心情 我會覺得一般人的心態就是 其實他去幫人都是做導演 其實受傷我也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也有選民說希望選出的區議員 可以改善區內的治安 選管會主席彭建基說 相信選舉暴力事件不會影響投票率 如果以暴力或其他非法行為 去企圖影響選民投票意欲 或者企圖影響投票結果的話 這個我們絕對不會容忍的 上一屆的區議會選舉 元朗區有六個選區 候選人是自動當選 今屆就剩下一個 競爭經歷了 候選人都要各出其謀 跟以往不同 除了較為偏遠的村之外 今年私人屋苑也有免費專車 載選民去票站投票 而在元朗石江村 也有助選團安排 貼上黃色標記的私家車 載老人家去票站投票 原來不要踩入禁區了 期間有助選團進入拉票禁區 被警員勸喻離開 而元朗區民政事務專員 和香港人權監察組織 在早上亦來到票站這裏巡視情況 這裏報道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吳景俊 謝謝盤翠盈 橫政長官曾蔭權和多個官員 都先後去到所屬的選區的票站投票 曾蔭權呼籲市民要踴躍投票 詳情由陳建文報道 曾蔭權和夫人早上大約九點 去到中西區半山東選區的票站投票 做了一個好的框架 一些硬件讓社區裏面的政制發展 更加會做得完善之外 我們更加需要市民參與的軟件 在這方面我就很希望香港市民 借這個機會 今天就湧入來投票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早上就到山頂的票站投票 他說區議員是做實際的工作 當局會確保選舉 公平、公正和公開 就區議員的功能 是做一些實際的工作的 例如為地區的環境、服務、設施 各方面投你們心選的區議員 為你們做實際的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倫 到赤柱票站投票之後就說 今屆區議會選舉特別重要 在2008年開始 我們這個區議會的工作 是會更加吃蟲 因為政府方面 我們已經定了政策 在全港九、新界的十八區 所有的區議會 他們都會參與管理 社區之內的各方面設施 其他多名主要官員 下週議會到票站投票 無線電視記者陳建文報道 我們很高興請到中大政治與行政外界的 高級導師蔡子強先生 跟我們分析一下選舉形勢 蔡先生你好 想問問投票率到12點半 就只有12點34 你估計全日的投票率 會高過或低過上一屆 還有會有甚麼啟示 我想事前大家都是較為看淡一線 原因是2003年 有大量的抗議票走出來 現在特區政府民望比較高企 以及社會氣氛比較和諧 所以大家會想 這些抗議票會不會走出來 但現在看回頭 似乎形勢就不是真的太差 當然是低了 但又不是真的低太多 我猜可能有理由 就是上次被動員出來的新的投票 他們養成了一個所謂公民投票習慣 我想這始終是一件好事 現在這樣跟著這個走勢去看 最終可能是大概到四成的投票率 但就一定要看回黃昏的情況點 因為始終以往的經驗 在黃昏之後 那個投票率才會拉得比較開 謝謝蔡先生分析 區議會選舉消息 說到這裡 加回陳沛營說說其他新聞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